各位主任兄弟姐妹你们好 各位荧幕前的朋友你们好 由于在新年期间不方便出席这么多人群的聚会 所以我也尝试在空气当中 跟大家分享多一点圣经的讯息 让我们在开始新的一年的时候 有更多耐心的准备 有一只小山羊他占接长大 他想去观看这个更加广阔的世界 但是他所居住的草原 被一条河流环绕着 如果他想踏出这个草原 向更加广阔的世界迈进 那他一定要渡过眼前这条河 这只小山羊开始的时候 他也不想这么随便去行动 于是他就尝试去请教他所认识 时时出入这条河附近的朋友 有一天他守候在河边 他遇到第一只动物 第一位朋友 他问 请问这条河是深还是浅 这位动物的朋友就说 很浅很浅放心 你可以慢慢走过去 大胆过河 这只小山羊继续在这条河边守候 他遇到第二位动物的朋友 他又问 请问这条河是水深还是水浅 得来的答案是 很深很深 千万不要冒然踏下去 上次我过河的时候 几乎走了两步 就碰不到这条河的河底 几乎浸了两口水 这只小山羊 听完两位朋友的答案的时候 他觉得 真是伤透脑筋 为什么大家说的不同 他细心听完意见之后 于是他觉得 不是了 接着都是到我去做选择 他小心翼翼 向着河的河水踏出一步 然后再伸出另一只脚 最后这只小山羊 他很顺利过了这条河 接着他自然自然地说 哦 原来这条河的水不深 也不浅 其实 这只小山羊先前求问的对象 是一只水牛 然后是一只老鼠 所以 各位营幕前的朋友 各位主要的兄弟姐妹 有人说 有人这样说 当你穿过那只鞋 你才知道那只鞋 为你 是否真的舒服 是否真的适合你 说就是这么说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 因为 今早早大连初一的读经 和福音 就好像提醒我们 里面用初遗人母的语调去讲解 天主 天主如何创众我们 同时也如何逐步帮助我们 开始去体验这个世界 经验这个世界 所能够带给我们的幸福 苍世纪 你自己在你身上 总有人值得去欣赏 唯一令人厌善的一面 而天主 老实说 他最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也没有分开什么豪宅 公屋 堂楼 这些分别 天主也没有说 你要想快乐 你才要回答一个前提 你到底是不是 已经住得好 吃得好 天主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没有这些烦恼 其实 天主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既然已经是再深去强调 天主认为他所创造的东西是好 所以 其实重要的是 无论是我们所经验的 是一草一木 或者每一个人 只要我们当真 愿意认真去体验 当下 跟你眼前的对象的接触 我们总可以去发现 在当下这个接触当中 总有美好的一面 让我们可以去感受 今天 有关这方面 我都有一些这样的 有一些古怪的经验 比如 近来有一次 见到一位 即将准备做妈妈 第一次做妈妈的教友 他跟我说 神父神父 哇 很特别 我现在准备期待我第一个小朋友出生 当我看到我的肚子越来越大 我又看着外面的小朋友 哇 好像外面的小朋友 我从来没有感觉 他们突然间变得更可爱的样子 还有 我又遇到另一位 过年的时候 特意回来香港过年 不是逃避疫症的留学生 他说 哎神父 哇 美国那边很大雪 冷到真的不顺 回来香港好 又安全又没那么冷 接着我就跟他说 你说那边冷? 哼 我说 有一天 你完完全全读完书 回来香港工作的时候 你会怀念美国那种冷的感觉的了 福音 用另一个角度 又为我们去描写 世界的开始和发展 里面 特别强调一件事 世界今天的面貌 不是什么执政者 又或者是有钱人 去主作的 而是天主一开始就用自己的说话 去塑造这个世界 相信天主的说话 今天继续在人类美善的来心 发挥他的作用 当然更加重要的是 天主这一刻 今时今日 派遣了他的圣子 寄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成为我们的同行者 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了耶稣之后 能够也都发现 我们生活当中 有另一个选择 我们真是可以 生活出天主子女的那份身份 用天主的眼 发现当前 当下这个生活 值得我们开心的事 当然 即使跟大家这么说这些说话 但是我们依然需要有一份这样的觉醒 就是 这份觉醒就是 好事 好人好事 不是自自然来到我们身上的 假如我们想经历 新的一年 好人好事 我们要先要求自己 踏出第一步 踏出第一步 比如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说每个人的生命就像一本书 这样就除了自己之外 没有人给你更清楚 你这个生命 这本书的内容 没有人给你更清楚 你这本书里面有什么人物 角色 有什么情节 又或者最后 如何迈向结局 迎接新一年 想过河的是你 而不是给你建议人 今天 总有很多人 在你耳朵边 静静静静静 跟你说 哇 那个很麻烦 哇哇哇 那里那里华人士歪很复杂 其实 没有人会让你更加知道你是谁 你是在过河 那只老鼠 那只山羊 还是那只水牛 没有人让你自己知道 你眼前过这条河 为你来说 是水深 还是水浅 各位兄弟姐妹 当然跟大家分享这句话 不是叫你们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 在这个大是大非的时代 我们更加重要 所做的第一步 就是要听多些各方面的意见 然后才采取行动 千万不要一意孤狭 但是当然 与此同时我们更加要觉醒一件事 我们又不需要被外面大为气氛当中 很多负面的意见气氛 左右我们 让我们在生活中 时时用一个很悲观的态度 去看事物 各位兄弟姐妹 希望在新的一年 我们都继续 因为相信天主 我们相信 天主既然给我们 能够有机会 度过新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 还有很多幸福 我们可以去探索 探求 希望我们在新的一年 不要放下这个新年新希望的信心 最后也祝福各位主流兄弟姐妹 各位幕前的朋友 银铁牛年 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天主宝的各位 拜拜